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是花招百出 花莲县日前就有民众家中的长辈遇到了诈骗 对方假冒是送货员拿着物品上门 谎称是他们的儿子所订购的要先付款8200元 而老夫人也不宜有他 付完了钱之后询问儿子才警觉找到了诈骗 立刻向警方报警 男子背着红色蹄带从民宅走出 根本就没骑车 还一边戴安全帽一边慌张的小跑步离开现场 因为他才刚假冒送货员 趁民众家中没有年轻人进行诈骗 就怕被试破还沿路变状 但最终还是逃不过警方阴眼小组的茶器 在4月3日中午11时许 那林姓男子到本侠某处民宅与妇人攀谈之后 告知其儿子有向其购买东西 妇人不宜有他交付了8000余元 林兰得手后即离开现场 妇人询问儿子之后才知道遭受到诈骗 那警方获报后立即启动阴眼小组 过滤监视器画面 发现林贤沿途变桩欲躲过茶器 仍被警方试破 并掌握林贤落脚处 在隔天下午一时许 顺利操获林贤 全案依诈欺罪嫌 警方在货报后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掌握嫌犯的特征及落脚处立刻上前逮人 经询问后林姓男子也坦诚犯案 并交出诈骗所得刑台币8200元 全案依诈欺罪嫌 含送花莲地检署偵办 而花莲警分局也呼吁民众 如果有宅配或不明人士 以获到付款的方式上门 务必谨言盛行查证真伪 必要时可以拨打110 以免受骗上当 记者 许立琴 华联士报导